库克 他真实的经历 我很尊实 我很欣赏和尊重那些有真实经历 并且 他很坦然的面对生活的那些人 不管他是库克还不是库克 在我心里面 我都觉得他们很棒 所以说 我很喜欢那个 我很喜欢Blue 就是因为Blue 它很真实 它是真正的真实 另外的 就是说难听了 一个男人活成了心机表而已 对吧 因为Blue 跟我在一起短短的几天相处 他敢爱敢恨的那种感情是自然流露的 不是说我敢爱敢恨 不是这样 他是自然的流露的 他也许昨天他因为矛盾 因为冲突 他不太喜欢你 但是他跟你相处下来之后 但他要内心真切的体会 你不是那种去攻击别人的 不是真正的在去攻击别人的 那个时候 Blue又给我展现出了那种开放 开怀的心态 虽然他不用他多么喜欢我 但是那种开放的心态是接纳了我 这那我一开始对他的好奇心 让他产生那种不爽的感觉 但是别人不是 所以说 我一到这个节目里头 我才发现我跟一大灯妞在一起 对吧 我以为是五男五女 但是呢 我一想 哎呀 现在人妈的八男 八女两男 这房间里就两个男人 不是 一个是我 一个是肉人 就两个男人 是一个女的肉人 对 一个我一个肉人 男女人可以做女汉子 但是那个 跟我的温柔 绝对不能够失去 那个一定要给你喜欢的人 不要怕给你喜欢的人 然后男人可以温柔 但是永远不要失去阳刚 就不要 就因为温柔是 是爽大家PR的